这颗小小的圆柱体 就是用燃料丸 它里头还有5%的用235 整个烧成陶瓷体 以防辐射外形 当这些个小小的燃料丸 串叠在密封的金属管当中 它就会成了反应炉里的燃料丸 由于核分裂时会产生巨大的热能 若不控制其连锁反应 会产生温度急剧上升的危险 由隔或棚所组成的控制棒 能够有效地吸收中子 可以说是核反应炉的刹车 当我们需要反应炉停机的时候 控制棒会推入炉心 吸收绝大部分的中子 而要发电的时候 控制棒则会被缓缓地拉出 到达核反应器所需要的发电量时 控制棒就会被固定 这么一来 假设某次核分裂产生了两个中子 其中一个会被控制棒或是杂质吸收掉 那么另一个呢 则有机会诱发另一次的核分裂 就这样 可以让反应炉在受控制的状况下 稳定地产生能量 万一有紧急状况的时候 只要将控制棒完全地推入炉心 就可以阻止核反应继续进行 即使控制棒无法推入 现代的核能电长 也能够快速地将含有棚的水 注入炉心 完全将中子吸收 停止核分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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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